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浅读 刘大娘年轻时原本有个幸福快乐的家庭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在她35岁的那一年 老公因为脑梗塞突然离开了人世 留下了刘大娘和8岁的儿子阿亮相依为命 老公的离开对刘大娘的打击还是很大的 让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一夜之间没有了顶梁柱 在村里的亲戚朋友的帮助之下 刘大娘处理完老公的后事之后 她整天以泪洗面,度日如年 她曾多次想过找个男人搭伙过日子 可是想起儿子阿亮还小 她又放弃了这个念头 刘大娘为了阿亮有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她下定决心 打算独自一人把她抚养长大 等阿亮大了些 自己再做打算 为了养活孩子 供孩子上学 刘大娘每天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干活 有时候为了补贴家用 还去捡一些水瓶子 破纸皮卖点钱 就这样日复一日 刘大娘总算是熬出头了 儿子大学毕业以后 被本市的一家大公司选中 做了技术顾问 由于工作突出 阿亮在公司很受女孩子喜欢 后来她认识到公司一个比她小两岁的翠芳 翠芳呢 本市人长得还算一般 不过翠芳很聪明 性格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正是这样的原因 阿亮才被深深地吸引了 两人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就结成了夫妻 由于工作的原因 他们全款在市里买了房 刘大娘看着儿子成了家 属实欣慰 可是自从儿子结婚以后 整个人都变了 每年的逢年过节 都不来看望刘大娘 刘大娘也是有苦难言 所有的委屈和心酸 都是自己扛 由于年轻时 刘大娘太操劳了 如今患严重的风湿病 一到晚上就疼得特别厉害 于是她就琢磨着 去城里的医院看看 第二天一大早 刘大娘就坐上去 城里的大巴车 来到城里去看病 可是刚下车 身上所带的钱 就被小偷给偷了个金光 眼看就得流落街头了 于是她想问在城里的儿子 借一百元路费 坐车回老家 可是到了儿子的门口时 她就是不敢去 敲儿子家的门 刘大妈在城里 儿子家门口 来来回回 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了 就是不敢去敲门 也不敢直接面对 儿子和媳妇 因为刘大妈知道 媳妇的脾气 也了解儿子怕老婆 自从儿子结了婚以后 他们有好多年 都没有和自己联系过了 儿子逢年过节 也一直没有回老家 看过刘大娘 经过左思右想 刘大娘实在是没有法子了 最终只能去敲响了 儿子家的门 她心想只借一百块钱又不多 她相信儿子应该会借给她的 不一会儿 儿子家的门打开了 是媳妇出来了 刘大娘就问 阿亮在家吗 媳妇态度很不耐烦 她不在 去外地出差了 刘大娘说 那你可以借我点钱好吗 媳妇却说 借钱 我现在哪里有钱 我又不是提款机 这时母亲刘大娘接着说 就借一百块路费 我坐车回老家 以后绝对不会再麻烦你们了 儿子听到门外的声音 这时候从房间里出来了 准备从口袋里 拿一百元给母亲 媳妇一把抢过钞票 当场就给撕掉了 直接扔在地上 看到妻子这样的态度 阿亮低着头不敢吱声 过了一会儿 阿亮说道 老婆 要不这样吧 我让她写个欠条 这样总可以吧 刘大娘赶紧说 我现在就写下欠条 等我回去拿了钱 我一定过来还给你们 而媳妇眼睛瞪得大大的 并没有同意 这时刘大娘又接着说了 借一百元 还你三百元行不行 而媳妇一听 还有这等好事 就勉强同意了 儿子赶紧进房间 拿出一张纸递给母亲 说道 你按个手印就可以了 我进屋写好欠条 然后把钱和欠条 一起给你就可以了 刘大娘赶紧接过纸 急急忙忙地按上了手印 马上递给儿子 儿子拿过欠条以后呢 转身进了房间 过了一会儿 就从房间里出来了 他拿了一个小信封 递给母亲 并说道 母亲 这个信封里面是欠条 之所以装信封里 是怕你把欠条弄丢了 话音刚落 阿亮就从口袋里 掏出一百块钱 递给母亲 说道 母亲啊 你赶紧拿着买票 回老家吧 刘大娘接过信封 就去车站买了票 坐车回老家了 在车上 刘大妈一想起来 刚才的事情 鼻子一酸 眼泪就忍不住地往下流 越想就越难过 眼睛哭得通红 刘大妈下了车 一回到家 她就打开信封 看到了欠条后 刘大妈瞬间傻眼了 只见欠条上面写着 不孝儿子阿亮 为回报母亲多年的养育之恩 付上十万元银行卡一张 密码就是母亲的生日 以后我会每月按时打一千元生活费 到卡上以尽效 原来儿子一直以为 母亲这么多年来都在怪他怕老婆 以为母亲就跟自己断绝了联系 但是今天看到自己的母亲如此落魄 自己的心里是特别难过 想想自己这么多年 一直对不起母亲 父亲的早老年病逝 是母亲含辛茹苦地把自己拉扯长大 非常不容易 可是遇到这样的媳妇 也是无能为力 一边是自己的媳妇 一边是自己的母亲 我家在中间也是左右为难 如今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 偷偷给银行卡来弥补多年的不孝 而且这些钱都是我自己这么多年 偷偷摸摸辛辛苦苦攒下的全部私房钱 看到这里 刘大娘哭得像个泪人 她双手紧紧地捏住银行卡 将卡放在怀中 哭红的双眼注视着远方 此时此刻 不知道她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周六我约了姐妹逛街 逛累了 刚在奶茶店里一人点了杯果茶 我刚喝了一口 齐晴晴突然拍我肩膀 心言 对面那个是不是你老公 我顺着视线看过去 惊得咽了一大口冰冰的果茶 好冷 五脏六腑都结霜一斑 高卓和两位老人在一起 老人还牵着一个小男孩 隔着段距离听不清 只看到高卓的视线 一直落在小男孩身上 高卓明明今天加班的 心言 那两位好像不是你公公婆婆吧 不是 高卓正在和对方交谈 眉头紧锁 神情并不轻松 其中一位老人弯腰不知道和孩子说了什么 小男孩突然跑向高卓 抱紧他大腿 奶声奶气地呼喊了一声 爸爸 爸爸 我被雷的外嫩礼胶 手里的果茶都被捏到变形 溢了出来 齐晴晴撸起袖子 袖起的五官都扭曲了 靠 高卓藏得深啊 儿子都这么大了 我去找他算账 别去 我虽然恨不得 立马冲上前质问 最终理智战胜一切 我拉住齐晴晴 抢逼自己冷静下来 这件事有待考证 高卓不是这样的人 当然 如果他真对不起我 我不会善罢甘休 结婚两年多以来 家庭琐事 大家谁有时间谁做 空闲时间 就像连体鹰一刻不分离 我们的感情 虽不似别人 那么轰轰烈烈 却也是幸福温馨 我实在无法相信他 竟然背着我 搞了一出大事 可眼前的一切 真真切切发生了 我没忘了拿出 手机录屏留证据 齐晴晴竖起大拇指 真佩服你 居然还能冷静地留证据 换我早无脑冲上去了 我勾起唇 苦涩一笑 电视剧没白看 男人要真变心 大哭大闹没意义 不如给自己留条后路 高卓被小男孩抱着一脸慌乱 双手不知所措地扬在半空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许久 乖 高卓抱起了小男孩 果果 你告诉爸爸想吃什么 爸爸带你去吃 爸爸 我想吃汉堡包 好 我看着他们越走越远 才收起手机 心眼 这种渣男不值得你伤心 齐晴晴抱紧我 抓着我的手 满是心疼 顺着他目光我 才看到自己的双手 用力到泛白 手背青筋跳起 仍在颤抖着 直到他们身影消失 我才逐渐冷静下来 他们去吃东西了 不跟过去吗 不去 放长线钓大鱼 回家路上 我给高卓发了条消息 你今天加班到几点 那头没回复 一直到我快到家 才回我老婆 我今天很忙 可能要很晚才回来 不用等我吃晚饭 爱你 这个爱你真是讽刺 没时间回来吃晚饭的原因是 正在陪儿子吃东西吗 躺在沙发上 回想着和高卓 恋爱到结婚这几年 我真的想不通他三点一线 连应酬都带着我 怎么可能 也怎么有时间背叛我 而且孩子都这么大了 看着眼前的家居陈设 是当初我们一起跑建材市场 一起构思设计的 此时的我却置身冰窖 感觉不到一丝温暖 闭上眼 以为能不看 不想 但流下的眼泪 却没有骗到自己 这份幸福是假象 夜深了 我给自己点了个大份螺蛳粉 高卓受不了这气味 为了他我从来不在家里吃 高卓回来的时候 我还没吃完 一进门 他闻到气味 立马捂着 鼻子冲进了洗手间 老婆 你怎么吃螺蛳粉 突然想吃了 好一会儿 他缓过进来 出来打开门窗 手里捂着个毛巾 坐在我对面 老婆 螺蛳粉没营养 我抬头 他吓了一跳 你怎么哭了 眼睛肿那么高 你说呢 强忍开思的冲动 我缓缓地说 刚看完电影 老婆 螺蛳粉没什么营养 我再去给你煎一个鸡蛋 要是之前 我一定觉得 他这是爱我的表现 毕竟他受不了这气味 还愿意为我煎蛋 现在看来 要么心虚 要么愧疚 不用了 我吃不完 好 高卓盯着我 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我也当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谁也没说话 屋里静地 能听到真落的声音 老婆 有一件事 等我吃完再说吧 高卓愣了下 没再继续说 好 等我吃完 他抢 在我面前收了碗 还进去收拾厨房 看着他背影 我突然觉得陌生 老婆 高卓站在我面前 脸上全是愧疚 我虽已做好心理准备 此刻心里还是疑痛 这是要离婚的节奏 说吧 什么事 突然 他扑通一声 跪在我面前 老婆 有件事 我要向你坦白 高卓抓着我手 头趴在我膝盖上 神情崩溃地说 今天我前女友的爸妈 突然找到我 说我前女友去世前 瞒着我生了个男孩 已经五岁了 我实话了 剧情怎么是这样的 不是他出轨 而是已故前女友 给他生了个孩子 高卓和我讲过 他和前女友 高中时认识 一直到大学 原本是奔着毕业后结婚 大三的时候 前女友突然提分手 然后消失 从此没再联系过 突然有一年 前女友的妹妹找上他 告诉他前女友 已经去世的消息 高卓的这段感情 从未对我隐瞒 还曾带我一起 陪他扫墓 见我不说话 高卓慌了 不停向我赔罪解释 老婆 我从未骗过你 当初是他跟我提分手 并消失了 这孩子 我真的不知道 我脑子有点乱 一片空白 你有个儿子 嗯 他随母姓叫李子瑞 小明叫果果 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好 九月份才读幼儿园 高卓前女友 叫李明欢 我在墓碑上见过 小明今天 我亲耳听到过 目前为止 他没骗我 太突然了 高卓 我没法接受 老婆 我知道 你接受不了 我到现在都觉得这是梦 可这是真的 高卓从公文包里 取出一份亲子鉴定 上面结果显示 高卓是李子瑞 是生物学上的父亲 我面如死灰 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高卓深深叹口气 一个月前 我和明欢的妹妹李明乐 在公司楼下碰到 一起吃了顿饭 应该是这顿饭的时候 她收集了我的头发 我大脑乱成麻 不知道该怎么办 该说什么 老婆 你说话好不好 我第一时间向你坦诚 就是希望不要影响我们的感情 我不能没有你 现在的情况是 我老公没有背叛我 但他凭空出来一个五岁的儿子 我一息之间成了后妈 冷静 我要冷静 这是在高卓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而且前女友已去世 她没背叛我 我不能因为这个就放弃她 这样想着 我好受许多 也理清楚当下要面对的 但我的眉头却舒展不开 五年了 他们突然找上你 是什么打算 阿姨说他们年龄大了 身体不好 常年吃药 叔叔还是尿毒症晚期 给不了国国好生活条件 实在别无选择 才来找我 叔叔阿姨保证 不会破坏我们生活 孩子继续他们养着 我只需要给抚养费就好 不管怎样 孩子最无辜 我也很不下心让高卓不管 你是怎么决定的 我还没回答叔叔阿姨 说要回来跟你商量 嗯 至少心里有我 我沉思了许久 不管怎样 孩子是无辜的 如果真如他们讲的孩子 由他们抚养 你出抚养费 我是同意的 高卓紧促的眉头 瞬间打开来 紧紧地拥抱着我 老婆 谢谢你 我能娶到你 真的三生有幸 你别急着 给我戴高帽子 我是心疼孩子 这件事 我们得约法三章 虽然我愿意 去接受这个孩子 可我并不想 跟他前女友 一家有什么联系 当即就约好条件 他也同意了 第二天正好周末 他一大早 就去处理这个事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不打算 和他们一家接触 让他自己去处理 高卓去跟他们 签订了抚养协议 按月给抚养费 定期探望孩子 我们都以为 这件事就这么解决了 实际上 这只是个开始 周五下班 我刚回到家 家门口站着 两位老人一个孩子 我心里一紧 我认出这是高卓 和前女友的孩子 那这两位 就是他前女友的爸妈了 果果 快叫妈妈 孩子的外婆 牵着孩子静止 向我走过来 那孩子居然没有犹豫 直接开口 妈妈 我叫果果 不是我绿茶 也不是心狠 而是 这什么和什么呀 不是说好了 大家不接触吗 果果 妈妈上一天班累了 你快帮妈妈提包包 果果肉嘟嘟的小手 真的来接我包 我赶紧拿开 强颜欢笑 果果 包包中 阿姨自己拿 心眼 叔叔阿姨 第一次来家里 不知道给你带什么 只好随便买了些 希望你喜欢 我看到果果外公 手里提着不少东西 我完全顾不上 他说的家里 赶紧打开房门 并接过他们的东西 叔叔阿姨 别这么客气 快进来坐 好 下次不这样了 这句话 好像哪里不对 进屋后 我给两个老人倒水 给孩子拿了果汁 心眼 你真是个善良的姑娘 谢谢你能接受我们 接受果果 果果外婆说着 就掉眼泪 叔叔阿姨 实在是没办法 否则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果果是高卓的孩子 这是他当父亲 应该做的 不存在添麻烦 幸好有你和高卓 不然我们生病住院 这孩子可怎么办 生病住院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但我忍住没问 我不问 不代表人家不说 果果外婆主动拉着我的手 哭着说 你叔叔是尿毒症 这次不知道又要住院多久 心眼 接下来就要辛苦你照顾果果了 猝不及防 面对他们 我只得强颜欢笑 身体要紧 果果这边你放心 我和高卓一定会照顾好的 高卓是八点到家的 果果 爸爸回来了 果果立即放下手里的玩具 奔向门口 一把抱住高卓大腿 爸爸 高卓的表情 和我刚才一样 一脸震惊 叔叔阿姨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看来 他也是被先斩后奏的 我来做检查 正好在这附近 医生让住院 我们没办法 只好将孩子送过来 想着你们要回家了 就没提前通知你们 果果外婆牵着果果来我面前 对他说 果果 外公要住院 外婆要去陪他 你好好听妈妈的话 这段时间 不能给爸爸妈妈添乱之道吗 不要 我要和外婆一起 果果一听 要和外婆分开 立马就哭了 外婆 不要走 留下来陪果果好不好 孩子一直闹 我头痛欲裂 高卓也没办法 只能说 阿姨 要不及晚你和叔叔就在我家睡 也让果果适应一下 明天再去医院 老两口倒是立马就答应了 开始给果果洗漱收拾 回到自己卧室后 我越想越气 高卓进来坐在床边 我一把将他推下去 高卓 你怎么向我保证的 小孩住 进来就算了 你前女友的爸妈住进家里 算怎么回事 哎 高卓一脸无奈地叹气 我看孩子实在舍不得外婆 想着就一晚上 那你有站我角度想过吗 我和他们根本不熟 难不成以后要因为这孩子 要和他们住在一起吗 情绪起伏大 我声音也提高了 高卓连忙捂着我嘴 老婆 我向你保证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就这一晚 你跟我怎么保证的 说好只需要给抚养费就行了 这才几天 就已经把孩子送到我们家了 我们说好了 暂时不要孩子 享受二人世界 现在这算什么 老婆 都是我的错 使我考虑不周全 以后不会了 我真的错了 给我赐改正的机会吧 哼 高卓见我不理他 便自讨没趣出去了 我也没当回事 过了一会儿 他提着袋子回来 神神秘秘地 老婆 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你最爱的焦糖奶茶 一看他大半夜地 给我买奶茶 我一点也不生气了 鄙视自己 女人真好哄 第二天 高卓送了牢两口去医院 我和果果在家 孩子一口一声 妈妈地叫我 我说不出的感觉 只是心疼孩子 一出生就没了妈妈 没答应也没反对 带着孩子去逛商场 给他添置衣物 买了他喜欢的吃的 直到中午 高卓也没回来 给我打电话说 两位老人在医院搞不定 他要晚一些 我心中不满 但也能理解他 他肯定也有愧疚 若不是坚持生下果果 他前女友 或许也不会这么早过时 女儿不在了 前男友帮着 照顾一下父母 也应该 我只有劝着自己 心胸宽广一点 果果 你晚上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果果在吃零食 听到厚成巧地回答我 妈妈 我想吃面条 行 我给你做 我做了两人份 和果果一起吃 果果不挑食 大口大口地吃得香 还不忘 对我竖拇指 谢谢妈妈 好好吃 不客气 好吃就多吃点 我往果果碗里 又挑了些 这孩子懂感恩 嘴也甜 相处起来挺舒服的 门铃响了 小家伙抬起头来 一双湿漉漉的眼睛 求助地望着我 我笑着起身 应该是你爸爸回来了 我去开门 打开门 一个打扮时尚的女生 站在门口 你好 你是 我看着有些面熟 但并不认识她 我是李明欢的妹妹 李明乐 她不等我回话 越过我便进来 双眼四处打探着 果果在吗 妈妈 果果立马跳起来 开心地扑到 李明乐的怀里 李明乐却将她推开 板着脸训斥 说过多少次了 叫我小姨 不准乱叫 小姨 果果掘嘴 泪珠在眼眶打转 我正好走进来 李明乐指着我说 她才是你妈妈 你不能再像以前 一样乱叫了 不然你妈妈会生气的 小姨 果果眼泪 啪哒啪哒往下掉 重新坐回餐桌 李明乐看了桌子一眼 转头不满地盯着我 孩子还在长身体 你就给她吃面条 这个李明乐不请就近 居然还指责我 我强忍轰她出去的怒意 缓缓地说 孩子说想吃面 面条能有什么营养 还真不是自己孩子 根本不会心疼 懒就懒 别什么都拿孩子当借口 你是谁呀 跑我家来质问我 要不是我姐死了 哪来轮得上 你来虐待果果 李明乐下巴都 撬到天上去了 对我是满脸不屑 哪来的大小街 我怒急返校 压根不想理她 还好高卓回来了 李明乐快速奔向门口 姐夫 你回来了 高卓一脸猛 还没反应过来 明乐 你怎么来了 爸妈怕嫂子自己 照顾不过来果果 让我来帮忙 李明乐小碎不过去 接过高卓的包包和车钥匙 替她找鞋 姐夫 你累了一天 辛苦了 高卓满脸尴尬 又不好拒绝 谢谢 李明乐甜甜地笑着 姐夫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现在的表情能吃人 高卓从玄关进来 明显一愣 不明所以 老婆 你怎么了 姐夫 是我惹嫂子生气了 李明乐扯着高卓的衣服脚 委屈巴巴的 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发生什么了 高卓等我说 李明乐再次抢先一步 其实我也没别的意思 就是对嫂子提了下建议 小孩只吃面条 营养不够 对身体不好 嫂子 对不起 如果我言语不当 惹你不快 我向你道歉 下次我一定会注意的 话是对我说的 人却是站在高卓身边 拉着她的衣服 这女人是现场给我上查一课 我摘下围裙放到她面前 我没生过小孩 不懂得照顾孩子 既然你会的话 就麻烦你给孩子 做点有营养的吧 厨房在里面 要是不熟悉厨房 问高卓就可以 嫂子 你怎么这么说 李明乐更委屈了 红着眼眶 我姐刚生下孩子就去世了 父母年龄大身体不好 大孩子一出生 就是我在熬夜照顾 辛苦一些没什么 只想让姐姐在酒泉下能安心 可我还未婚呢 也没生过孩子啊 我干 这女人真的茶里茶气的 她这话刚说完 高卓脸上明显露出了愧疚 一个未婚小姨子 替自己照顾儿子 她肯定是感激的 这个李明乐 挑拔人心真有一手 我面色铁青 高声赤道 我说了 你要觉得没营养 就去给她重新做 我说完 重重摔上房间的门 进了卧室 姐夫 李明乐哭出声音来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来看果果的 不该多嘴惹嫂子不高兴 在卧室让自己冷静下来 等我再出来 眼前画面让我怒气 瞬间又爆满 高卓搂着孩子 李明乐紧紧贴着高卓而坐 双手拉着果果 乍一看 真是一家三口呢 老婆 高卓看到我 赶紧放下果果向我过来 明乐洗了草莓 就等你出来一起吃 我愤怒地甩开高卓的手 时间不早了 你前任的妹妹 是要接孩子走吗 高卓表情僵住 一脸为难 又想和她父母一样 住在我家吗 开了这些例 以后没个消停 我绝不同意 高卓 你答应过我什么 我不想当着孩子的面 和你谈这个问题 要接走 现在就可以离开了 如果不是 那我就带孩子去休息了 客人我就不送了 李明乐见我态度坚决 不情不愿地放开孩子 姐夫 我先走了 高卓脸色虽不好 却也没反驳我意思 李明乐意味深长地 看了我一眼 离开的时候 又笑着对我说 嫂子 我再次向你道歉 是我做得不对 我错了 姐夫娶到你很幸福 我当然没有理她 等果果去洗漱 给她讲故事哄睡着 我才回房 然后和高卓吵架 她责怪我 不管怎样 人家叫你一声嫂子 再说她没怪你的意思 只是提建议 你有必要甩脸子吗 她不哄我 反而觉得我错了 我气得咬牙切齿 你和李明乐一样 觉得我偷懒故意 给你儿子吃不营养的东西是吧 我没说你故意 我是在说 你对李明乐的态度 人家都给你道几次欠了 你当嫂子的人 就不能大度一点 谁是她嫂子 我怒道 我不认识她 你看她 对你那些亲密的举动 是小姨子该做的吗 她做的哪一件事 能让我给个好脸 她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只是妹妹 对哥哥的撒娇 原来你也知道 那是撒娇 我气笑了 我是你的妻子 请你尊重我 别再让我看到 这样的画面 知道了 高卓躺上床 面色冷漠 累了 我睡了 最后陷入僵局 大家背对背而睡 我感到委屈 明明是她 凭空出来一个儿子 我不但没反对 还费心费力地照顾 结果 她却因为一个外人 与我争吵 高卓工作环境节奏快 压力大 经常加班 照顾果果的任务 大部分就落在了我身上 我们虽然没和好 孩子是无辜的 白天送她去幼儿园 晚上回到家 我做好晚餐 两人一起吃 妈妈 我们不用等爸爸吗 果果圆溜溜的眼睛 一脸疑惑 她加班 我们先吃 那妈妈 我们给爸爸留点吧 她下班回家 就有吃的了 这孩子真懂事 我拿了打包盒来 小家伙还帮我忙 爸爸不会饿肚肚了 饿肚饿好难受 我停下动作 惊讶于一个孩子 能发表这样的言论 果果 你知道什么是饿肚子吗 知道呀 和妈妈在一起 使我就经常饿肚子 果果不喜欢饿肚子 她说的妈妈 应该是李明乐 她前面刚嫌弃 我煮的面条没营养 居然经常让孩子饿着 以后不会了 我每天给你做好吃的 我给果果加鱼肉 吃得饱饱的长高高 鲈鱼的刺少 但还是我怕果果不小心误食 就单独将鱼肉 挑到一个碗里 再用筷子全部加碎 确定没有刺财放到她面前 果果 吃鱼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哦 有刺就要吐出来 知道吗 妈妈对果果真好 不像我妈妈 妈妈吃鱼从不管我 我不小心卡到 她还吼外公外婆 很凶 孩子童言无忌 讲出来的一定是真实发生的 果果说的若真的 那李明乐表里不一 果果 你小姨平时给你做饭吗 不做 她都是叫外卖 那她关心你吗 果果抬起头 认真地想了想 神情失落地低下头 闷闷地说 不关心 老是骂果果 偶尔回家也不陪果果 果果 你为什么叫小姨是妈妈 小姨就是妈妈呀 以前都让我叫妈妈 现在只让我叫小姨了 我觉得这一切过于蹊跷 从昨天果果看到李明乐的反应 再到果果今晚说的这些话 我决定亲自寻个答案 待果果洗漱的时候 我悄悄拔了几根她的头发 高卓今天没有加班 又去了医院 原因果果 外公自己在医院不方便 让高卓去帮找个男护工 我没有回复她 因为我很生气 她回来的时候 已经快十点了 一脸疲惫 老婆 家里有饭菜吗 我回她一个白眼 我可以饿着 但可不敢虐待你儿子 你可以去厨房检查下 我们今晚的饮食和不合格 你要是瞧得上 就将就对付几口 老婆 我不是这意思 我 行了 厨房里有饭有菜 你去热了吃吧 我睡觉了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 腰上突然传来触感 下一秒 我落入温暖的怀抱 老婆 对不起 昨晚让你伤心了 我知道 你是个善良的人 不可能对果果不好 只是我对名乐一家有愧疚 才一时冲动跟你吵了起来 今天我想了一天 你才是我老婆 你已经为我受了很多委屈了 我不该再让你难过 高卓的头不停往我怀里蹭 又痒又难受 我将他推开 烦死了 别闹 睡觉 这晚他抱着我睡 我们无声中和好了 第二天 我将果果和高卓的头发送去做DNA检测 当然 是瞒着高卓进行的 我总觉得世界上没有这样巧的事 如果结果出来 他们的确是父子关系 那我会努力将果果当自己亲儿子对待 如果不是 我和高卓也不能当傻子 接下来 果果的外公继续住院 外婆来看过几次孩子 还没几天 他又提出了一个 我无法接受的要求 他要求把果果的抚养权变更给高卓 之前送孩子过来 让我们照顾 是情急之下的安排 可还不到一周 他们就要求彻底变更抚养 高卓是果果父亲 他抚养孩子无可厚非 可为什么要玩这种套路 高卓 最好这周内办好 孩子还是要跟着父亲才行 我们两个老的 实在没办法了 我和高卓格外的沉默 两人都知道 这是他该承担的责任 但心里始终憋着口气 尤其是我 一到家 我生气地甩下包 气不打一处来 养孩子是没错 一开始为什么不说清楚 开始还是商量的语气 现在直接通知 老婆 我也没想到 你说我们怎么办 果果那么可怜 我和高卓又吵了一架 这个事还没解决 果果外婆又给高卓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那天下班后 去见了果果外婆 回来后 凝重地跟我说 阿姨他们让我给果果买套房子 我惊得坐直身体 买房 我们已经答应 将果果果的户 他把户口牵过来 户口薄上 也是亲儿子 以后家里的财产也有他一份 现在他那么小买房子 做什么 高卓表情有点不对 支支吾吾地不好开口 你不想说就算了 我也不勉强你 但 高卓重重叹了口气 选择诚实 他们是怕 以后我们有了孩子 果果会吃亏 要先买一套房 落在果果名下 他们才安心 我一口拒绝 这件事没得谈 高卓看我态度坚定 谈都不愿意谈 便答应下来 明天我去沟通 这件事 我和你一样的态度 说实话 这种感觉 真的很跌趋 这一夜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越来越觉得 那家人不简单 第二天 高卓又发消息说 李明乐找他 正好他打算 让李明乐 劝劝果果的外公外婆 打消卖房子的念头 李明乐的心思 我早看出来了 一下班 我直奔高卓的公司 在他公司楼下的便利店 我一眼 就瞥见了高卓和李明乐 好家伙 幸好我来了 便利店的休息区 两个人并排而坐 李明乐紧紧地贴着高卓 我压着怒火 转从另一侧逼近 听到李明乐在不满地抱怨 姐夫 就凭爸妈寒心如苦 将果果抚养到现在 足可以证明 他们是真的疼爱我姐和孩子 他们有这个顾虑也是正常的 嫂子毕竟是后妈 你才是亲生父亲 果果不是她亲生的 她怎么会一碗水端平 肯定要把钱留着给自己孩子啊 她指的我 我用力地攥紧包带 恨不得冲上去和李明乐这挑事的女人打一架 但我不能 我要听听 高卓是什么态度 这件事我会郑重考虑的 高卓并没有直接回答 李明乐一把抓住高卓的手 脸上的精明被委屈替代 眼泪刷刷地躺下来 姐夫 姐姐用命换得果果 我们要让她九泉之下安心啊 好 我知道了 呜 我可怜的姐姐 李明乐说到伤心处蹲下来 五脸痛哭 高卓连忙去哄 明乐 你放心 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接着 李明乐哭倒在高卓怀里 明乐 高卓慌乱地伸手推开 却没想到李明乐抱得更紧 姐夫 就一会儿 容我缓缓 她想干什么 想顶替自己姐姐上位吗 当我是摆上 我大不留心过去 一把将李明乐推开 要不要脸 大白天地抱我老公 猝不及防 李明乐摔倒在地 她看到我吓一跳 反应过来 哭得更委屈 嫂子 你误会了 我只是 只是想到你死去的姐姐伤心 所以抱着别人的老公哭泣时吧 李明乐脸色一白 心眼 你怎么在这 高卓赶紧过来搂着我 小声地解释 明乐太伤心了 闭嘴 李明乐已经站起来 我比他高一些 算是居高临下地盯着他 李明乐 你们一家少打如意算盘 高卓的钱 有我一部分 我们是夫妻共同财产 只要我不点头 你们就别想拿走一分 李明乐紧咬着唇 面如苍白如纸 眼泪一磕磕地掉 嫂子 你误会我了 我只是站在果果的角度 想问题 他撇着嘴 将求救的目光 投向高卓 别叫我嫂子 我和你没关系 高卓只是和你姐谈过恋爱 都没结婚 更算不上你姐夫 潘纳门子亲戚 对不起 李明乐哭着跑走了 看他做做虚伪的样子 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高卓板着脸吃我 你说话太过分了 不管怎样 他也是为了孩子 心疼他受委屈了 我阴策策地道 心疼你就去追呀 不可理喻 在车上 高卓直接跟我摊牌 心眼 我决定给果果买一套房子 我不同意 我明白 果果不是你的孩子 你防着他 但他是我的孩子 我低吼 钱是我们的共同财产 我不同意 你就买不了 恰逢红灯 高卓踩了刹车 转头盯着我 你都说共同财产了 存款有我一半 我不用你的 我对他很失望 居然听了李明乐的话后 这么对我吼起来 你非要买 那就先办离婚手续吧 高卓转头看着我 神情失望 沈欣言 我对你太失望了 你的善良全是装的 因为一套房 你居然选择和我离婚 呵呵 我是因为房吗 是因为他不尊重 不信任 不过 我不想多费口舌了 明天请假 我们拟一下离婚协议 下午去填申请 车子向前使 窗外的景色依旧 而我和高卓 最终却是物是人非 晚上我没回家 直接在酒店住了一晚 也让自己冷静了一下 四日一早 我先去鉴定机构 拿了结果 才回家 没看见果果 高卓正在煮早餐 心言 你先做 早餐马上好 他的神情自在地一如往昔 离个婚这么开心 早餐他做的煎蛋和牛排 给我准备了一杯热牛奶 他则是豆浆 呵 离个婚都这么有仪式感 知道我不喝豆浆 特意准备牛奶 心言 有什么事我们吃完再说 他看出我微张的唇 抢先一步发话 行吧 那就当这顿是散伙饭吧 我的语气有多轻松 心里就有多疼 若不是凭空出来一个孩子 和那一家人 我们一定还好好的 按计划 明年就会备孕了 我们的婚姻 如果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我不舍 也心痛 但我明白 这件事我若退让 以后会永无止境 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 但要不要给高卓看 我要根据他的表现来定 吃完早餐 高卓去房间 拿出一张纸递给我 心言 我不同意离婚 我们是相爱的 因为这种事离婚 我真的接受不了 检讨书 老婆 昨晚我反省了一下 这段时间 我做错了很多 我的态度含了你的心 可我不想离婚 我不仅写了检讨书 还有保证书 他便魔法一般 从身后再拿出一份 相较于检讨书的措施细节 保证书 保证书的内容很简单 他保证 从今以后 家里大小室友 我做决定 他绝对服从 也让果果视我为亲妈 相信我抚养孩子的真心 老婆 你消消气 你说的没错 孩子这么小 现在没必要买套房 我冷笑 昨天不还因为李明乐 冲我发脾气吗 我看你那样 挺心疼他 我发誓真的没有 他昨晚靠过来 我就把他推开了 只是没推动 紧接着你过来了 我跟他绝对没什么 这一点 倒是实话 我面色好一点 他健壮给我递了橘子 老婆 吃橘子 我今天起个大早买的 可甜了 说实话 到现在 我气也消了一大半 高卓为我吃完橘子 把他的银行卡给了我 我主动上交所有收入 家里财政由你决定 你不同意的 我绝对服从 老婆大人 你看在我认错态度这么好 给个机会 我们不离婚 好好过可以吗 我接过卡 面色缓和不少 认错态度是不错 这是最后一次原谅你 若你下次还因为那家人跟我吵架 那我们就离婚 我答应你 今天离婚协议不签 但我和你之间必须签署协议 若来日还是因为这些破事要离婚 你必须静身出户 我眼也不眨地盯着高拙 不错过他每一个神情变化 只要他没有背叛我 我并不会狠心让他净身出户 但我要一个他的态度 我伟音刚落 他立马答应 好 不管什么原因 只要离婚 我带着果果净身出户 现在我也放心了 把鉴定机构的报告拿给他看 看到结果他愣了几秒 脸色纱白却没失去理智 你怎么想到的 李明乐第一次来家里看孩子时 孩子叫他妈妈 我开始怀疑 拿了你和果果的头发去检测 鉴定结果显示 不支持高拙是果果的生物学父亲 也就是说果果不是他的孩子 当初那份鉴定 我们都没有怀疑 但他们家吃相太难看 我不得不怀疑 本来是想买一个安心 没想到结果是这样的 高拙气愤不已 但他很快冷静下来 果果不是我孩子 那会是谁的 那不重要 现在要做的 要彻底地断了他们后路 什么后路 高拙不懂 以买房为由去见李明乐 想办法拿到他头发 高拙瞄懂 你要鉴定他和果果的血缘关系 对 他们家既然能做出这种弄假报告找冤大头的事 抱不准知道后 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 有时正在 我们可以走法律程序 好 高拙立马约了李明乐见面 当天就顺利拿到了他的头发 我这边也没闲着 找了我通信公司的朋友 帮忙查李明乐的信息 结果真是大跌眼镜 李明乐的通讯软件上全是各种男生 他同时和七八个男的暧昧 其中也有一个女的天天和他联系 我顺腾摸瓜 找到那个女生 一开始 他对我一脸警惕 当我拿出一笔钱时 他神情秒变 你找我做什么 我要知道的李明乐的所有消息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金钱诱惑下 李明乐所谓的闺蜜 将他所有消息都给了我 也得到了许多净爆的聊天记录截图 李明乐喜欢养鱼 他是女海王 同时能暧昧七八个男人 孩子是在他大学时 一夜激情下怀上的 对方是个富二代 他悄悄生下来 以为能凭此嫁进豪门 结果人家根本不在意 带着孩子不好找下家 又听说高卓收入越来越高 他就把主意打到已故姐姐的前男友身上 他想利用孩子去找高卓买房买车 最后再以给孩子一个完整家庭为由 一步步把高卓骗到手 真是被气乐了 这如意算盘打的 不得不说 要不是我和高卓感情基础牢固 我多出个心眼 假以时日 他肯定成功 高卓知道结果后 差点被气疯 恨不得立马冲过去 找李明乐对质 我安抚着他 大吵大闹没用 等鉴定 报告出来就行 早上 李明乐和果果的外婆来了 我站在门口 并不打算让他们进来 高卓不在 你们等他回来再来吧 我们等他 老太太一把将我推开 越过我进去 给我倒水 老太太坐在沙发上命令我 我站着没动 这态度 我凭什么伺候 李明乐嘴皮子像机关枪一样 高卓怎么娶了你这么个心肠狠毒的女人 比不上我姐半分 你妈没教你礼貌吗 长辈来了 水都不准备一杯 我淡淡一笑 我认 你才是长辈 不认就没一点关系 我没怪你们私闯民宅 你们还有理了 沈欣妍 注意你的态度 这是我姐夫和果果的家 我们想来就来 有你什么事 以后我们每周都要来住 你要是看不惯 就和姐夫离婚啊 我双手还胸 唇脚讥笑地问他 离婚成全你和高卓吗 李明乐神情一愣 恼羞成怒地瞪我 你瞎说什么 哼 我懒得和他们啰嗦 给高卓发消息 让他快点回来 高卓送完果果去幼儿园 刚回来进门 老太太就直接开口了 高卓 沈欣妍心太毒了 要把我这老太婆赶出去 还不准我以后过来 她肯定对果果不好 我们怎么敢把果果交给你啊 现在后妈虐孩子的可多了 那就不要给 高卓淡淡回答 先过来看我有没有受伤 什么 老太太愣住 接着垂胸顿足地哭嚎起来 明欢 你用命给人家生个儿子 结果人家 为了新老婆不认孩子 妈妈无能 让你死不瞑目啊 妈没脸去见你 干脆带着孩子 一起去见你好了 李明乐赶紧安抚老太太 妈 你别激动 姐夫没说不养孩子啊 前两天 姐夫还找我商量 给果果的孩子 买哪个小区 有什么慢慢说 别动不动就大哭大闹 多通情达理啊 她越善解人意 高卓的脸色就越难看 一个大男人 居然被一个养鱼的女人 耍得团团转 心里自然憋着一团火 姐夫 你快跟我妈道歉 道歉 高卓冷冷地反问 你们一家把我们耍得团团转 你们这么做 想过明欢吗 李明乐呆了 姐夫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天哪 明欢哪 她听她老婆的话 不想养孩子了 开始乱找说辞了 你快看看哪 老太太又哭闹起来 我靠在墙上 全程看戏 高卓忍无可忍 将报告扔在茶几上 你们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 她送完果果去幼儿园 就去取了鉴定报告 结果正如我们所料 果果的亲妈 就是李明乐 桌子上摔着的 是第一份高卓和果果的 鉴定报告 老太太不懂 拿着问李明乐 这是什么 李明乐面如死灰 嘴上却不松口 姐夫 你这哪里来的 这肯定出错了 果果就是 你和姐姐的孩子 这报告是假的 我们那份才是真的 老太太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了 她直接扑到高卓面前 捶打她 你这桑尽天良的东西 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你对得起 我过世的女儿吗 高卓高声怒问 那你们对得起她吗 她都去世了 你们还要泼 这种脏水给她 这段时间 看在明欢的份上 我为了叔叔的病 跑前跑后的照顾 你们还有良心吗 高卓气得面色铁青 胸口起伏着 她重重地深吸一口气 是我错了 你们要是有良心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明欢真是瞎了眼 怎么会看上你呀 老太太全程没停止 对高卓哭闹踢打 高卓怒了 伸手制止住 够了 还有完没完 李明乐眼里 并没有害怕 母亲被打的恐慌 更没想上前阻拦 而是拿手机录屏 高卓 你再敢对我妈动手 我就报警抓你 哼 我忍不住鼓掌 冷笑道 挺好的 多录一点 我们一起报警 老太太视线 立马转向我 恨不得将我吃了 嘴里也不干净 都是你这个狐狸精 阻拦高卓养儿子 你不怕天打雷劈 你这个恶毒后妈 老太太趁高卓 不注意挣脱 开冲我过来 想给我一耳光 高卓快一步 按住了对方 李明乐坚声道 高卓 你别太过分了 我妈劳心劳力地 给你带儿子 落得一身病 你还气他 老婆可以换 儿子就这么一个呀 李明乐 你真行 不见棺材不落泪 到现在还说 是我儿子 高卓拿出另一份 李明乐与果果的 鉴定报告 白纸黑字写明了 他是果果的亲生母亲 李明乐大惊失色 你那天约我吃饭 就是偷取我头发 去做DNA的 你好阴险 他将纸丝成 碎扎扔在地上 继而转头瞪我 沈心言 是我小看了你 妈 我们走 高卓挡住他 雨气冰冷 我们给过你们机会的 是你们太贪心 我报了警 我坚持要走法律程序 李明乐进了看守所 李明乐的母亲 见无力扭转 再次来到我家 相较于上一次的 泼辣跋扈 这一次 他一进门 就委屈巴巴地 哭着求我原谅 心言 是我们两个老的 没有教育好孩子 才会让明乐 做出这种出格的事 求求你原谅他好不好 阿姨拉着我的手 哭得气不成声 我们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 你叔叔还重病 果果又还小 明乐要是坐牢了 我们这一家就真的毁了 我心里虽然生起似同情 但明白 不能对李明乐心软 我松开他的手 冷漠地拒绝 我只追究李明乐的责任 已经是仁慈了 你们也参与了诈骗 老人知道 我态度坚决 怕我再生针对李明乐 只得含泪离开 虽然拒绝放过李明乐 但想到果果我心里 也不是滋味 那么懂事可爱的孩子 遇到这样的家庭 未来怎么办 高卓晚上回来的时候 虽然和我有说有笑 但面色沉重 当听到我说 李明乐的母亲来找过我时 他吃饭的动作明显一愣 你拒绝的应该 李明乐该付出应有的代价 他也知道 这件事不能心软 但两天后 我们正上着班 高卓突然给我打来电话 心言 我今晚有事回不去了 叔叔突发心机梗塞 没抢就过来 我愣了 这件事太突然了 原来李叔叔 本来就靠要调着一条命 眼见李明乐东窗事发 面临牢狱之灾 一时怒火攻心 承受不住打击 没抢就过来 果果这些天怎么样了 哎 高卓重重地叹气 果果一见到我就说饿 问了才知道 外婆一整天顾不上他 只给了个面包 高卓来回看了我几次 几次欲言又止 我也装不知道 但第二天早上 他出门前 我对他说 这几天他们家忙 你去帮忙吧 把果果接过来 我帮着照顾几天 高卓身形明显一愣 脸上一闪喜色 他开心地答应 好 我带着果果去见了李明乐 他看到我 很惊讶 在看到我牵着果果时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妈妈 果果奶声奶气地叫着 从他口袋里拿出一颗糖 肉嘟嘟地肉递过去 妈妈不哭 吃糖就开心了 果果 妈妈对不起你 李明乐嚎啕大哭 李明乐 我带果果来看你 不是原谅你 也不是指责你 是让你看看自己的孩子 不管你怎么对他 在孩子心里 你永远是他最爱的母亲 李明乐愧疚的眼泪更多了些 谢谢你还愿意替我照顾孩子 我不是替你照顾 我们是真的心疼果果 感情不是利用 而要真心付出 李明乐的脸一白 沉重地点点头 我继续道 你现在是你们家的顶梁柱 你爸的后世 还有你年迈正伤心欲绝的母亲 以及这个五岁的孩子 都需要你 我决定不再追究你的责任 但保留起诉你的权利 希望你出来以后重新做人 好好照顾母亲和孩子 若再赶起歪心思骚扰我们家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离开的时候 李明乐叫住了我 沈心言 我回过头 他突然九十度鞠躬 沈心言 感谢你给我机会 以后我一定会照顾好我妈和孩子 你该谢谢你有个善良的好姐姐 还有一个可爱懂事的孩子 才给了你重新改正的机会 李明乐很快重回自由 踏踏实实找了一份工作 他的母亲专心带着果果 一家人平平淡淡 却也生活幸福 我和高卓认了果果当干儿子 他每个月会来我们家玩玩 不过都是我和高卓接送 与他们家人没有过多接触 一年后 我和高卓也成功拥有了 我们自己的孩子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